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健康 可是我觉得不管你有多爱你的家人 或是你有多少人在爱你 我觉得自己要健康才有底 所以我们在护理系都有一句话 就爱家先爱己 健康才有底 那我想说这个也是每一个人需要做到的 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凯莉的 报款养生圣品 那这个氢气片从7月份才开始推出 而且是全球首发 目前氢气片用水解的方式的 只有我们凯莉才有 那讲到氢医学这件事情 不仅是在医学上有治疗疾病 其实氢气它现在也在很多的方面 用上这个比如说工业上面 用于很多产业 那氢气似乎是目前低碳化 最可行的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氢气现在在工业上 它可以在锅炉里面燃烧 而且可以产生 就是说在内燃机里面燃烧 那提供电池就是能量 就是到了冬天很冷的时候 它甚至可以拿来取暖 那也可以作为铁的这个还原剂 拿来炼钢 所以也有鱼业的拿来养它的鱼 然后让这个 以前我们有很多的鱼都有放抗生素 那它用这个氢来养鱼的话 对我们人体有很多的好处 所以现在氢气制造的技术在工业上 像它有制造灰氢蓝氢 蓝氯氯氯氯氯这些低碳的这个 很多的国家 尤其是欧盟 他们对这种氢氢的建设 就已经从2021年的3月 就今年3月就开始 像德国它已经有这种大型的氢气建设了 那这个像印度 它是全球排放这个碳气最多的一个国家 所以常常被世界组织所指责 所以他们现在也跟进了这个 一个氢气的这个任务 就是说他把这个氢气 放在最重要的国家建设里面 所以不管是氢气 它用在农业上 鱼业上 工业上 医疗上面 它现在都很可能会颠覆我们这个 这个世纪21世纪的这个 不管是能源 医学或者是各个产业链 它都会有这样子突破性的发展 那尤其在中国大陆 他们这个氢医学的医学会经常性的展开 而且也已经就是很多书 陆陆续续的出来 那去年呢 报告是显示说有175种以上的这个慢性病 跟氢气治疗有关系 就是说可以用氢气来治疗 可是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所看到的期刊在昨天截止 它已经到达了250种的疾病 都可以用氢气来治疗 尤其是癌症 可以用氢气来控制 那免疫的系统呢 也可以用氢气来提高 所以清医学 即将是我们这个世纪不可抹灭的一个明星 那我们要保健 很重要 当然是要走在时代的尖端 知道现在是哪一个是最先进的保健品 那我们要经营组织 也要知道现在的市场面什么才是最火红的 那很棒的地方就是凯莉用了这个清晰片 而且还是绝无仅有用水解的方式 接下来 我们今天的课纲分成五个部分 一个是解说成分 第二个是协同的效果 第三个是高生物科技 它制造的技术 第四个是产品细节 第五个是国际权威的认证 我今天会按照这个步骤来解说给各位了解 好第一个我们讲到它的主要成分 那我们的清晰片我们凯莉的PQQ清晰片 它里面有一个PQQ的这个比克奎林昆 等一下会解说这什么东西 第二个是清晰 大家要知道它是气体 是清晰 是一种气体 第三个是美离子 第四个我们还有角味剂 那我们角味剂里面是葡萄糖 跟黑莓叶的萃取物 那我们这一款产品 它是互方的养生的盛品 它是用液态的方式来吸收 因为液态的吸收 它会经过消化道 口腔消化道的粘膜 所以它以定计的形态来呈现 但是用水解的方式让我们会员使用 好第一个我们讲到 PQQ这个是什么 PQQ的中文呢 就是比克奎林昆 它是翻译的名字 它在1979年的时候就被发现了 那它是一种类似维生素的水溶性的维生素 那大家知道我们维生素现在目前国际上 国际上国家国际所认证就有13类嘛 那AD1K是脂溶性的 像我们上次的早兰医生剧里有D嘛 K它都是脂溶性要溶解在脂肪 那这个呢是水溶性 它类似B群的维生素 维生素的这个化物 因为目前还没有被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可 那目前呢 我相信在不久的以后呢 它即将成为维生素B14 很可能成为维生素B14 那它是氧化还原的新辅酶 也是一种辅助的酶 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氧化 氧化就是变老嘛 还原就是变年轻 所以它可以逆龄的一种东西 它平常呢 有没有存在我们的身体 有 在我们的土壤啦 或是身体 人体是母乳里面 最有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就是说 PQQ对小婴儿非常重要 因为母乳里面很多嘛 所以上帝道人他很奇妙 因为小孩子很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母乳他就有很多 那像某一些食物 大豆绿茶胡萝卜 柑橘类 番茄 黑的黑巧克力 桃子啊 尤其是猕猴桃 等等 最近有啦啦山的桃子 这些它都具有PQQ 而且它有特殊的活性 在人体的生理功能上 有很重要的地位 再来 PQQ它有什么样的 主要的生理活动的功能 那它能够促进 我们这个叫NGF 什么叫NGF 就是神经生长因子 那神经生长因子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脑和神经控制了人的思想 运动还有记忆 那它包含了数十亿的神经元 所谓的神经元就是神性细胞 那在我们出生的几个月以后 几乎所有的神经细胞 就已经完全布局好了 生成好了 你有多少就是多少 那这些神经元呢 这是神经细胞 就会伴随我们终身 身体是无法进行更新 或是替换的 那为了要帮助神经细胞 正常的工作 并发挥功效呢 身体就会产生很多 有利于神经的蛋白质 那这个呢 这个NGF呢 就是一个神经的蛋白质 那其实最重要的蛋白质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神经生长因子 那神经生长因子 它主要分布在脑神经节 或者是红末 红末是眼睛 红彩末这个心脏皮脏胎盘等的组织 都纤维化的细胞 平滑肌或是骨骼肌 或是胶质细胞 还有这个许旺式细胞 这个也都也都有 那许旺式细胞是什么呢 许旺式细胞就是一种存在胶质里面 水分很多的像那个软骨啦 或者是说这个视网膜啦 或者是眼球 很多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软骨组织的地方呢 就有很多许旺式的细胞 那这个呢 这个许旺式细胞 它的功能就是 能够营养我们的神经节 保护我们的神经元 这个是一个德国的营养学 营养学的那个博士发明的 所以它就以它的名字来命名 第二个呢 PQQ的生理活动的 很重要一点就是 它能够抗氧化 那这PQQ 凯利的PQQ是 日本人跟日本人合作 买的一个PQQ 然后来加上我们的亲戚 来调和到我们的这个 高端的产品 再来它的生物活性 它的生物活性 它就类似水龙性的维生素 我刚有讲 是细胞发电厂 立腺体的优化剂 那它的价格很贵 大概是黄金的3000倍 那就是说 国际上的市场的价格 就是说一公克 大概3万9美元 那你就要想 3万9美元 大概是乘以28好了 大概就是109万2000块的 一公克少少的一点点 那它有自然界的 免疫之王的称呼 因为它的功效 它的抗炎功效呢 它的免疫功效 是这个灵脂的8到10倍 是这个我们的 常常吃的这个牛脏脂的20倍 它的这个三铁类很多 三铁类它可以抗癌 那再来呢 它对于这个肿瘤 或癌症的这个效果特别好 它能够破坏 癌细胞组织的这个生长 再来呢 它可以防止肝损伤 修复我们的肝脏疾病 像肝硬化 酒精心肝炎 V肝吸肝带圆的 这个都可以来喝 PQQ的水 让它的肝细胞修复 免得它产生的 这个硬化纤维化 你要恢复就会比较难 那这个东西呢 它也可以穿过血脑屏障 防止神经系统的疾病 像神经系统最害怕的 退行性疾病 像是脑损伤 像失智 阿滋海默症 或是老年痴呆 或是怕精神痴症 这些都是我们脑 大脑的退行性的 一个脑损伤 再来它就可以促进 氨基酸的吸收 那我们都知道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 最小分子 也就是说 它把我们吃进去的 蛋白质脂肪都分解 那蛋白质分解成 氨基酸以后 用最小的分子 来营养我们的人体细胞 再来它就可以延缓 人体的免疫功能 预防老化 另外一个呢 它可以合成 这个骨光肝钛 这个的预防 我们白内脏 具有护眼健康的功能 那骨光肝钛呢 它就是我们 常常看到的GSH 那它这是一种生态类 是一种抗氧化剂 它喜欢存在充满水 充满很多水的 动物细胞的内部 那可以保护DNA 免疫氧化 像大家如果吃过鱼眼睛 就很容易了解 很容易了解 我们的眼睛的水晶体 除了胶质就是水分 所以骨光肝钛 在这里有很多 就是说我们的眼底的 有很多 所以它可以预防白内脏 有这个护眼的功能 这个是PQQ的几个重要的活性 那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参进去的 这个就是氢分子 那氢呢 它是有两个分子 连成一个氢原子 它的渗透力很强 那扩散的速度很快 那体积很小 可是功能却很大 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剂 也就是说它现在跟治疗疾病 有关就是有有关的疾病 用它来治疗的 已经都高达200多种的疾病 可以被它所治疗好 那它没有什么阴急阳急 没有急性 而且它还原性很高 它可以随意的进入 我们人体的任何部位 别说是人体 像我们的木头 玻璃杯 那我就说铜墙铁壁 它都可以穿透 它不需要任何的辅助 也不要辅媒 它也不需要催化物 它也不需要说 经过缓慢的蛋白质通道 一般我们营养吸收 你看我们刚刚蛋白质 还分解成氨基酸 它根本就不用 它可以直接穿透皮肤黏膜 骨骼组织织胞 以及细胞内的结构 包括立腺体和细胞核 而且它也可以帮助保护大脑 因为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 这是氢分子 跟PQQ有一个类似的地方 它们都可以穿透血脑屏障 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剂 那我以前觉得说 奇怪 PQQ还没出来的时候 我想说 为什么我们的氢 还不跟这个SOD加在一起 还是跟我们的NM加在一起 那我没有想到 7月份出来的时候 是跟PQQ加在一起 那公司实在是太厉害了 跟市场的区隔性 用PQQ来加真的是高人一等 如果说 大家有经常在买保健品 或是在有医学上面的研究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 PQQ这个东西呢 绝对绝对是未来的明星产品 它即将要被列为维生素V14 它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明星的产品 很多的厂家 尤其是保健业或是药厂 它都拿PQQ跟氢气 现在来结合 那非常感谢老板 他因为是个博士 所以他看这一点 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把这两个结合 真的是让很多人都始料未及 也让很多一些戒 赞叹不已 再来 青分子它的特性呢 它我们沿接上面 它刚刚有六点 第七点就是说 它是很聪明的 它是有选择性的 它不是把所有的自由基 全部都抗光光 因为我们人体里面 不能完全没有自由基 就像一个社会 它不能 没有警察一样 也不能 我们社会上有好人坏人嘛 那你如果全部都是好人的话 可能也会出现一个 虽然是很理想的国度 可是也会出现一个 懒散的状况 反正大家都不会有事 打仗了以后 不会觉得是打仗 所以它不会把 有效的这个自由基给抗掉 它有时候还是会 有一点自由基来引起 身体的一些抵抗能力 所以它能够选择性的靶向消除人体 有害的两种最毒的自由基 就是亚硝酸因离子 跟腔肌自由基 这是抗氧化的最高境界 是用选择性的 那氢分子它进入人体以后 它跟过氧化物呢 就会生成水 它就合成了水 它完全没有毒 也没有残留 也没有任何副作用 可以达到预防保健的效果 它最后在身体是变成水的 所以大家问说吃你们的这个PUQ 氢气片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会有什么副作用 不会它最后是变成水 那为什么有一些人 这个等一下后面再讲 为什么有一些人吃了以后会很晕 那这个到时候我等一下再说 那第九个就是说 这个东西它直接会到达病灶 它是治本不是只有治标而已 它是在最根本的地方 发生了炎症 或者是发生了这个病灶的地方 去清除它的自由基 它不是像我们很多都是症状治疗 感冒了流鼻水医生开流鼻水的 咳嗽医生开这个症咳的 那个觉得有胃酸医生开痴酸剂 不是这样子的治标 它是完全治本的一个清分子 那清分子以前呢 大家是觉得它无色无味无嗅 好像也就是不会有伤害 没有重视它 但是呢 一直一直到了这个日本 日本的有一个科学家 医学博士 他在2007年的时候 他在这个Nature杂志发表了一个 清分子的这个学说 说它可以无色无味以外 但是它穿透性最强 它可以做医疗用 才受到重视 从2007年就广泛的被研究 那所以这个清分子其实 以前很早以前就有 就有学者提出来 但是大家都想说也没有什么数据 所以也没有去研究它 可是这两三年大家就看得到 它火红的速度 你随便Google都找得到它 治疗疾病的这个基转 好 那我们刚一直讲氧化氧化 那到底氧化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这个铁锈 铁锈生锈了 然后这个还原 就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PQQ 它有这个功能 PQQ跟氢分子都有这个功能 可以把它的氧化还原 那PQQ呢 因为这样子 氢分子因为这样子 所以氢呢 它可以做炼钢来用 你坏掉的这个 它可以加上它的这个一些工艺 然后让它氧化还原 把钢变回来用 所以我们的以后是预计 2050年 因为轻医学的关系 我们的这个排碳量会减少 那我们的这个癌症呢 希望可以降到40% 这个是医学界希望在2050年 大概还有20几年嘛 二三十年 把现在的癌症降到最最少 所以还有医学博士 他预期就是说 氢分子一出来以后 以后可能我们就没有癌症了 所以上天给我们 也还是蛮恩典的 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受疫情的 很多的这个威胁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不少的好东西 好 那我们身体自己 也可以产生这个氢分子 上次我们有讲 那个我们的多矿免疫 找了益生菌 他可以帮助很多的 这个11种的这个 我们有放了11种益生菌 那这些益生菌呢 平常如果说你的 运租平衡之下 我们肠道是可以分解这个氢的 但是我们分解的这个量很少 量很少 那他要到目标器官来运用的时候 可能就不足 那外源性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补充这个膳食纤维 那他这个膳食纤维有 用补充的像我们的氢气水 也有人用锡的这个 用高浓度吸氢 从皮肤吸收的 那还有一个植物性的 这个没有写到 植物性的那个光合作用可以产生氢 那这个光合作用产生的氢呢 它的量也是很少的 好 那氢气它有几个生物学的功能 比如说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氧化硬机 就是氧化的损伤 提高我们的这个SOD的含量 那SOD大家都很清楚了 那达到我们提高我们内源性抗氧化的防御能力 那延缓皮肤衰老 所以呢 氢气也可以坐在美容去搬除皱 有一些产品 它是美容产品 它是加上这个氢气的 那加上去以后 它都变成高单位的这个美容胜品 再来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新陈代谢 有效的促进这个能量代谢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 也就是说它对胰胀的帮助也很大 它可以预防这个血糖 这个糖尿病 可以降胆固醇 那有一些去挂那个代谢中和科的 这个新陈代谢科的 大概都可以来喝我们这个清水 来缓解它的症状 那再来第三个 它可以保护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 那通过我们减少这个自由基 可以舒缓神经的压力 像有一些精神疾患 譬如说忧郁 焦虑 或是躁郁症的 它都可以得到改善 而且呢 第四个 它可以维护免疫系统的正常性 组织修复再生 再生这两个字就很强了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受损的组织细胞 再生 而且合成新的腺立体 这个腺写错了 是蜜之旁 第五个的话 它可以抗脑骨血症 抗发炎 抗氧化 保护那个组织器官 尤其是减轻这个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炎症 类风湿性关节痛 它是很难受 那这个炎症 它就会被清气给从里面 抗炎抗掉 所以它对大脑 肝脏 骨骼 关节 胰脏 肺脏 眼睛 心脏 等等器官都很多的保护作用 所以为什么这个 有些人他这个本来要打玻尿酸 我们有伙伴本来要打玻尿酸 可是他喝了清气水以后 他的骨骼关节都比较灵活 是因为他的这个作用功能 他抗掉了他的这个 抗炎的这个效果 然后把他的组织的这个 器官重新修复 再来的第六个 他可以抗过敏 他可以抗过敏像气喘 肢气管炎或是过敏性鼻炎或是皮肤 有骚痒有疾病的 香港脚的这个 或者是 险的 他都可以得到缓解 而且第七个他可以有 对细胞的生物膜结构有稳定的作用 有抗辐射的效果 所以像有很多实验室里面工作的 或者是太空人 他们常常会遇到有这些辐射的 或者是放射科的医护人员 他们喝这个清水 对他们的这个抗辐射的效果会很好 那再来第八个 抗自由基消除疲劳帮助睡眠 然后再来第九个 抗细胞凋零保护作用 阻止细胞的变异 就是那个基因突变 他可以防止基因突变 然后再来就是延缓细胞衰老 等等等等 很多 所以清气的功能已经非常多 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在各个层面上 对我们所有的器官几乎都是有帮助 因为他的穿透力太强了 他都是直接到病灶 所以他的功能呢 你举凡想得到的地方 包括指甲 他都会产生功用 像我们有团队的伙伴 不是指甲 有这个灰指甲都好了 然后脚后跟 你说那一天Grace说 如果你不知道喝清气水哪里 也可以改善 你就看看你的脚后跟 果真脚后跟都已经平滑许多 因为我们脚后跟是最末梢的循环 比较到达不了的地方 血管也比较少 因为是皮肤嘛 后皮比较多 那如果你这边的那个都已经变得比较细了 那后皮比较少 裂痕也比较少了 那就是清气的作用 让你能够这个几十年擦乳液都没有效 一开始脚后跟就有改变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变 好再来 我们讲到第三个 我们添加的 我们用镁来制氢 那这个鎂呢 为什么要用它 它是人体含量第二名的氧离子 它可以激活我们人体里面 三百多种重要的这个鎂的活性 也是我们生化反应很重要的因子 那它参与这个人体的新陈代穴 骨骼系统 这个糖类和蛋白质的合成 还有调节免疫系统 维持神经传导 肢肉收缩 而且可以平衡血压 是能量代币ATP ATP等一下会讲储存 它能够帮助这个能量代币的储存 那ATP是我们一个热能的中心 它可以还可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等等 所以它有那个 有这个细胞 细胞活动的守门人的这个称号 所以呢 这个鎂呢 鎂离子是我们身体 像我们有一个广告 就是卖那个美心同盟的 有没有 所以这个鎂其实对我们身体的 也的的功用呢 也很很必须要有 但是一般人都经常呢 去忽略它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鎂到底对人体有什么好处 我这里是先把它归类成六大类 当然也有人归类更多 十类几类的 那它主要的六大类 比较主要的就是说 像鎂的 它是维持身体机能必要的 微量元素嘛 那它广泛的存在是 动物跟植物的身体里面都有 那成年人的体内的鎂的含量 大概是有 大概也是有21到28公克 不超过30公克左右 那其中60%的鎂是存在 骨头跟牙齿里面 那如果这个鎂呢 不足的话 我们常常都会焦虑 心神不拟那种 仇来无方有没有 你不知道干嘛 可能就是鎂不足 那鎂呢 它第一个呢 它可以降低这个心脏血管系统调节血脂 那这里讲到调节血脂 它可以缓解三高一胖 这个三高一胖 都指的是这个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那一胖就是那个腹部中广生产 那个肥胖的人 这种代谢症候群比较会发生 是现代人的文明病 所以鎂呢 它是细胞的守门人 它也是有心脏保护神之称 鎂也有这个称呼了 所以一个健康的人的心脏的含鎂量 如果来衡量起来的话 它通常心脏的这个含鎂量 都是高于身体的启发部位 那如果一旦缺乏的鎂的话 大量的钙 我们的鎂如果缺乏了 我们身体的血钙 它就会流进去细胞 那就会造成肌肉细胞 处在一种过度收缩 没有办法放松的状态 就会影响我们的心脏 血管的收缩和传导 所以鎂呢 它也会影响钙 然后钙呢 影响心脏 所以鎂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 循环系统的原理在这里 再来就是说 第二个 它可以舒缓脑神经 帮助入睡 抗焦虑 那如果体内缺乏这个鎂呢 可能会使人的情绪很紧张 很紧绷 那增加紧张素 我们身体有一种紧张素的分泌 那鎂呢 就可以稳定我们的神经细胞 让这个紧张素 不要分泌那么多 所以缺鎂无法调节血清素 就是紧张素 没有办法调节这个 没有办法活化神经 传递物质 然后再来稳定 它可以稳定血糖 并降低糖尿病发生 那个从膳食线维中 如果我们摄取足够的美 那我们就有利于这个提高 胰岛素的敏感性 对糖尿病的血糖代谢有很积极的作用 那第四点的话 它可以强化骨骼系统 预防骨质疏松症 那很多人以为说 吃钙片喝牛奶补钙 有晒太阳或有运动 就不会骨质疏松 其实如果你的饮食不均衡 美不足的话 也会让你的骨质 像土石流一样流光光 这个是在 它的关键就是说 这个美呢 还牵涉到一个负甲状腺 因为它跟我们的甲状腺 有这个很深的奄源 那这就是说 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素 都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我们呢 也要补充美 让我们甲状腺素足 也让我们的钙质 能够不要被流出去 那骨质它就不会疏松 那再来第五个 它可以缓解偏头痛 还有惊奇不适 就是说偏头痛的成因 到现在来讲 就是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大多数的人 因为脑部血管收缩或扩张 就会刺激四周的痛觉 那我们的头的痛觉的接受器 就会引起这个头痛的症状 所以有研究就是说 纽约有一个头痛中心 他们有个医学头痛中心 他研究就是研究了81个患者 他就是你每天给他 服用300克的美剂 一天两次的话 那服用美剂的人呢 发生偏头痛的比例 就降低了41%这么多 所以我们在口服这个美剂的时候呢 也可以这个降低预防我们的这个偏头痛 相当有效 所以它也是它的这个缓解 这个惊奇不适 有时候惊奇的时候 也会引起其他的突胃的疼痛 不完全是肚子痛而已 再来有血压调控的这个功能 那血压呢 调控呢 就是说过去研究有发现 就是如果说高血压的患者 比正常血压的患者体内更缺乏美 它才会产生高血压 那因为美它有助于人体调节我们的血流量 让血压可以下降 不要那么紧绷 所以美国的心脏学会 它对高血压的期刊里面 它也有指出说 没有可能这个美呢 有可能有助于治疗高血压 那这个研究呢 其实是也是有这个学术报道的 所以呢 我们每天给这个高血压的病人 吃两片的美 那它的这个毫米拱柱 这就是会降 就大概就是每天都给它吃两片的这个美 然后对其他身体部位又有利用 那它的血压又降 就有助于血流的改善 所以它是被认为能够降血压的 调控的一个身体很棒的一个微量的元素 好 这个就是美的六大好处 这大概是这样子 再来 这个是卫福部建议我们国人摄取的美的含量 这给大家参考 像比如说是50到70岁的男生 那我们当然我们公司的资料是410到420 那这是卫福部建议我们的 那我们的女性呢 是300到320 它这个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摄取的上限是700毫克 其实我们每天吃美 其实是不大够的 有时候都没有吃到 我们的食物中经常不含这个东西 我们吃的东西 尤其是外食族 那你看八成的国人缺美 尤其是女性 因为女性她每个月有生理期 那也会排掉一些 这样缺美的话 等于是亚健康的状态都出来 情绪起伏没有元气压力大 或者是说觉得很憋屈 怎么遇人不俗 怀才不遇 怎么都没有遇到好事情 这样子 有一点愁来无方 运气也会不舒服 如果缺美的妈妈 大肚子的妈妈 身体紧疯了 或者是有 觉得好像自己不是自己 有人会这样子 就是感觉很不好 其实可能是你的美不够 睡不好 情绪起伏很大 这个女生特别严重 其实男生现在也有这样的状况 再来第四个成分 角胃剂 我们的角胃剂里面 上次有提到 我们的那个早然益生菌 也有角胃剂 但都又是有机的 我们的角胃剂里面 放的是葡萄糖 跟黑莓叶的萃取 那葡萄糖有什么功用 葡萄糖可以说 是我们生命活动的一种中心 一种核心物质 每个地方都有葡萄糖 像我们生病发烧 常常去医院 常常给我们打的营养 这就是葡萄糖 点滴 那有糖尿病的 就打生理食盐水 是不是 那它这个葡萄糖 能够控制人体内的细胞 分裂和分化 而且能够促进人体的组织 细胞生长 防止体内的细胞癌化 所以我们提供 提供身体足够的葡萄糖 就可以预防这个癌症的发生 那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 我记得我以前有讲 跟各位分享过 我们身体的细胞 最需要葡萄糖的 两个细胞 一个是脑细胞 那一个是生殖细胞 就是男生的精虫 精子最需要 这个 那像糖尿病的病人 有没有 他如果是男性 那医生会开那个 降血糖的药 降血糖的药 会控制糖分 那控制糖分 因为他血糖太高不行 那所以为什么吃糖尿病的药 有的人会养尾 就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他控制了他的那个 然后他又那个 精虫细胞又得不到糖分 他就会比较容易养尾 第二个脚胃剂是 这个黑梅液 黑梅液其实在中医上面 也是一个治疗性 像那个电视上常常演的 那个武侠小说 然后被杀到了以后 然后另外一个人 去拿很多的草药 给他敷上去 敷上去 这个东西呢 通常都是黑梅液 因为中医呢 是认为它是一种疗伤性的 一种东西 那他呢 有助于控制发炎 而且呢 他含有这个花青素SOD 可以亮眼不同 而且他含有这个 微量元素C 一个石 一个西方的C 他这个含量很高 他可以保护心血脑 这个系统的 所以保护心血脑血管 所以他也称为心脏的守护神 那这个黑梅液呢 很多人以为他是桑胜 我上面有画 有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桑胜是比较长 而且他的叶子有一点 像幸运草一样 有点椭圆 那黑梅液呢 它完全是齿状的 尖状的 它的黑梅果 也是求情状的 它是不一样的 黑梅跟桑胜的营养价值呢 黑梅液的 这个黑梅的营养价值 高过桑胜的 它的这个维生素量 尤其是这个 这个其他的维生素的 这个含量 是它的 是桑胜的20到50倍 不等 这么多 所以如果你把黑梅 开成是伤身 那黑梅可能会很伤心 所以你看我们老板 连脚位剂 都这么样的讲求 好 那再一点就是说 能够变成 凯利公司的脚位剂的东西 它都是有机的 从土壤种植开始 还有公司的设备 生产线 输送贷 全部都要经过这个 审核通过 FDA的审核通过 而且是CTGMP的 这个标准才能够提炼出 这个我们的这个脚位剂 这是我们的这个PEQQ 里面有甜味 有一点甜味 加的就是这两个东西 好 再来 我们把这三个东西 加在一起 PEQQ加清漆片 加煤粉 它会对我们的健康 产生一种协同 协同的这个功用 那什么叫协同的功用 协同的功用就是指说 我们一个组织 就是说几个单位一起运输运转 可以完成一个组织单位 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 我们就叫做协同工作 所以通常一加一 一定是大于二 而且甚至不止 还是加成的作用 有时候是加了以后 就是乘以好几倍的作用 等于是几倍的效果 所以叫做协同作用 它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 协同作用 这四个字好像很简单 它其实是联合了 几个单位 几个组织在运作 生产 在作用 完成一个单位 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 而且它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那当这三个东西 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有三个很大的效果 第一个 它就会促进希望分子生成 PG1 PGC1α这个生成 第二个 它会促进 NRF2的通道 那这个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细胞抗肿瘤防御因子 它可以调节 抗氧化的路径 它就是 吃了喝了这个清气水以后 那因为有这三个东西 它就告诉这个 NRF2说 现在可以 NRF2告诉大家的 这个氧化的路径 说你们大家都起床 起床 现在有病毒来 我们现在要一起作战 它会通知其他的部门 赶快起来应战 所以它会维持细胞内的 氧化还原的平衡 再来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促进 立腺体的再生 还有维护立腺体的正常功能 那我们以下就来分别说明 它这个三个协同效果 是怎么协同法的 怎么样让它产生 一加一大于二 或甚至好几倍的这个功效 好 什么是GPC1α 希望分子 它是一种腐媒 也就是说 细胞转入活化的重要的因子 转入就是 那个RI 变成DNA 这比较复杂 那Windy给各位这些资料 就说让大家能够找得到这些资料 那大家只要知道 它是一种腐媒 那它呢 它被激活以后 它可以促进立腺体的生成 而且可以调控这个立腺体 它更优化 本来是亚健康的立腺体 它会让它拉进来 靠近健康的这一边 它不会让它去 癌化的那边 第三个呢 它可以优化它的发育 促进脂肪的分解 所以为什么有人喝这个会比较瘦 会瘦身 瘦好几公斤 它就是脂肪会分解 而且它会 什么叫适应性的产热 像小婴儿天气很冷 但是它的那个体温调节中枢 小婴儿刚生出来 它都还没有调节好 可是它还是不会发抖 为什么 因为它有这个 希望分子可以调控它 让它适应性的产热 而且呢 它可以强化我们的胰胀功能 就是让我们不要得糖尿病 而且能够预防脑中风 对我们的这个脑循环血管系统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希望分子 只要它启动的话 再来呢 再来我们这个 协同的作用里面呢 除了促进这个希望分子产生以后 那你会说希望分子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 它有好几个功能 我起立了几个 譬如说它跟力泻体的健康和能量 是息息相关的 那这个 它可以激活一个东西 叫做AMPK 我想大家在公司的这个宣传的传单上 有看到 这个是一个能量调节的基酶 那再来就是说 它希望分子的 它的功能 它可以促进生成新的力泻体 它不只是优化现在的力泻体 让它更健康 它还可以生成新的 意思就是说你细胞里面 每一个细胞大概有一千到两千个力泻体这么多 那它一直在生成 就是说让你的加工的工厂很多 生成一些新的好的健康的力泻体 来帮助你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而且还可以调节脂肪和弹类的代谢 对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呢 也很有帮忙 它可以保护大脑调节情绪 所以我们喝这个清汽水 它甚至有缓解这个情绪的作用 就是说让你不要那么暴躁那么容易冲动 那么容易生气 所以它可以缓解一些精神疾患 再来它可以像有一些人 日夜颠倒生活的 用脑过度的 睡眠不足的 我们的生理时钟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说 我到底要什么时候吃凯莉的产品 要看你的生理时钟 那这个呢 这款产品呢 它如果你生理时钟很乱 今天可能晚睡 明天早睡 后天又晚睡 没有一定的话 它就可以减缓你长期因为生活习惯 带来的不良导致的生理失调 像这样都会内分泌失调 譬如说女生常常月薪就不来了 有没有 这种的话 你就喝这个 好好的喝这个 纵使你还是继续的 这样子的生活 它自然就会帮你调控过来 但是不是说 喝了这个就可以 生理时钟大乱 今天晚睡是为了打手机 玩电动 那就不行了 它只是说 如果因为生活压力 或者工作造成了这种 这种失调的话 它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得到缓解 好 再来 这个图是公司的 所以我还是把它放上来 这个 这个 PQQ加这个氢的协同 激活了NRF2 这个通道 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看这个 不是看得很懂 说NRF2目前是氧化损伤的调节枢纽等等 这个 我把它做成文字解释给大家听 大家就可能比较能够了解 这个NRF2 我们要激活它的这个通道 对人体到底有什么用处 那这个东西到底又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呢 是一种对氧化还原反应 非常敏感的一个重要保护因子 那当我们的身体有那个病毒 或细菌侵入的时候 那我举个例给各位听好了 比如说有小偷来我们家 那这个ARE我们就会产生 爸爸就会出现了 爸爸就是ARE 他就是抗氧化反应元件 就爸爸反应过来了 有小偷来了 爸爸是3嘛 保护家里 所以这个ARE就出现了 那我们如果有喝PQQ氢气水的时候 我们的NRF2 他就会自动的 他就会变成调到自动的形态 他就是一根狼头 他就会拿武器 自己飞到爸爸的手上 让爸爸去打小偷 了解这个意思吗 我这个比喻就是说 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病毒 或细菌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元件会说 有病毒来我们要打仗了 那如果我们喝清气水 去激活他NRF2的时候 他就会通知所有的人 尤其是他可以通知组织器官 参加主动的大规模的 参加我们自主性的这个抗氧化 就是说小偷来了以后 我们如果有这个NRF 喝了清水激活了NRF2 这个他就会去跟楼上的姐姐说 小偷来赶快来帮爸爸 跟后阳台的奶奶说 奶奶你不要交话了 赶快来帮有一个小偷 他会跟免疫调节系统是谁 邻居 他会跟所有的这个T细胞说 赶快来帮忙 你们赶快要启动 我们要一起抗氧化抗炎症 我们要把免疫系统调节过来 我们要迫使这个小偷 这个肿瘤细胞凋亡 死掉 免于癌化 这个就是公司上一个那张纸 写的这个意思 所以当我们喝清汽水激活了NRF通道的时候 他就跟这个ARE的这个 保护基因的序列 这个ARE结合调控 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所以他一旦降以后 他可以预防什么呢 比如说退化性的脑疾病 比如说帕金生死症 小脑症 失智症 那他对全身的器官通常都有解毒排毒的效果 尤其是对肠子 肺脏 肾脏心脏 那你看 肠消化系统 肺呼吸系统 肾泌尿系统 心循环系统 对我们所有的器官的氧化还原的解毒效果表现最好 那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他高血压 高血压是循环系统 他喝了我们的清水以后 他觉得头晕得很厉害 我们有个伙伴他有晕了好几天 晕到不敢喝 那我要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高血压的话 你喝水本来就是有控制的 很多人觉得高血压是因为血管的压力太大 所以造成高血压 里面有一些胆固醇 或者是硬化 才是致死高血压 这是没错 但是大家要知道 当你水分喝太多的时候 就像水管你开最大的 它是不是会暴冲 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 跟肾脏病的病人是一样的 你喝水不能喝太多 那我们PQQ氢气片是水解的嘛 那大家都说你看 我们的领导还有我们的伙伴都说要喝六到七杯 喝越多越好 但是对于肾脏病跟高血压的 或者是心脏有毛病的这循环系统 我们就要慎用这个水的量 所以不然你喝下去你就会头晕晕到一个不行 你想想看你血管里面的压力那么大 那已经超出了这个你的180毫米拱住的时候 你一定会晕啊 所以有的人说太晕了 还有肾脏病吃了以后 这个晕成这样我不敢吃 那是因为量太水分的量太多 那你怎么办 你如果要喝多的话 你水泡少一点 那像肾脏病有些病人洗症的 他还有控制一天只能喝500或是600的 那怎么办 那你就用100cc来泡就可以了 像这个就是个别的 个别的比较特殊的 我是顺便在这边提一下 如果你是心血管系统或是泌尿系统有问题的 你喝清水一定要注意它的水分 注意它的水分 你可以用比较少的 我们林博士都说过了 你可以用比较少的水分 你控水300cc好了 假如一天你可以泡分100100的 泡一颗或一颗半或两颗都可以的 我们用水只让它水解 让它清气水解出来 所以器官如果通过NRF2的激活以后 它的各个细胞就会展现它的生存途径 因为那个癌细胞要来了 病毒细菌要来了 所以他们就一起 刚刚我讲过他们组织器官 会一起大规模的参与自主性的抗癌 抗氧化免疫调节 所以我们激活NRF2等于开启的细胞 自动抗氧化防疫系统的通道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PQQ喝了 我们喝了我们PQQ氢气片以后 它可以激活我们这个东西 NRF2的这个通道 这个就可以叫大家赶快起来 抗癌了 抗这个抗炎症抗氧化 然后调节免疫系统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张图 这个图的解说的文字档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这样大家更有想法 也更有这个概念 再来当PQQ和氢气结合的时候 它的协同效用的第三个 就是它可以出现立腺体的再生 维护立腺体的正常功能 就是维护现有的立腺体的正常功能 那这是立腺体的那个英文全名 那立腺体有人体的核电厂支撑 所以是人类续命活力的能量来源 所以我们又叫它能量工厂 90%的能量代币ATP 为什么叫能量代币 因为ATP是细胞能量的载体分子 它能够传递细胞 为细胞工作的时候提供一个燃料 所以呢90%的能量代币ATP 在线立体立腺体里面被制造 提供人体各种活动所需的能量 那我们的立腺体呢 还可以催化身体代谢的反应 像氨基酸代谢啦 脂肪酸代谢啦 DNA复制等 这个立腺体它非常的重要 那这里要讲到很多人写这个腺 是写成那个肉质旁的 它没有腺体 腺是英文翻译是grain的 它没有这个 它是像法斯一样 它的这个结构 立腺体解剖是像法斯一样 所以它是线 像线状一样 所以是这个线 大家注意一下 那立腺体如果有缺陷的话 立腺体如果有缺陷的话 会造成哪一些器官 哪一些器官的这个问题呢 那大家知道吗 这个立腺体其实很难诊断 如果立腺体的疾病 要给医生诊断 其实很难的 因为它对每个病患有不同的影响 它的症状 它可以包括是癫痫发作 或是中风 或是严重的发育迟缓 没有办法走路 或失眠或消化道等等 等等很多很多 那因此如果说病患 它的病征 通常如果有三个以上的 或是更多的器官的系统 比如说它有糖尿病 又有肾脏病 又有肝脏的病 那医生通常就会考虑说 它可能有立腺体的毛病 因为都找不出原因 只知道它这些病 那立腺体的病 主要它主要是影响儿童比较多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环境污染的关系 现在成年人发病的 也越来越多 那其实立腺体呢 它是现在目前呢 是那个被我们台湾 疾病被我们台湾编列 是罕见疾病的一种 那立腺体我们刚刚有提到 它是体内的细胞产生能量 ATP最多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重要的生化反应 都会在这个立腺体发生 所以我们才会叫它 是细胞的发电机 那如果当它生病了 就没有办法释放很多的能量 足够的能量 那尤其是很多器官 需要很大能量的 譬如说心脏 譬如说脑 譬如说肠胃道或肺部 它就会产生病变 所以这个病变呢 在不同的细胞中的 立腺体的数目 数目不一定 所以就取决是 这个细胞的代谢的水平 这个意思懂吗 意思就是说 代谢活动越来越旺盛的细胞 它的立腺体就会越来越多 那每一个立腺体里面呢 我们大概又有 两个到十个的DNA 那如果每个DNA都发生问题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情况就很不好 这个人大概就会有很多方面的疾病 所以目前这个立腺体缺陷的相关疾病 已经有五十多种 像台湾呢 大概有三四百个家庭 三百到四百个家庭 他们的家族有立腺体的疾病 那这个缺陷率在台湾的研究是万分之一 其实万分之一说少也不少 说多也不多 但是我觉得几率蛮高的 尤其是现在污染的环境之下 这个立腺体产生毛病的问题很多 那你细胞的发电厂都出现问题了 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大条 所以我们平常还是要靠一些保健食品 来优化我们的细胞 不是只有优化细胞 这句话还喊 是优化你的立腺体 那这里讲到立腺体 你看各个系统都会出现问题 如果他有短缺有毛病的话 我刚刚讲了那么多 他会发生DNA的这个突变 有这么多的状况发生的话 你看他会脑部 头痛抽续意识障碍皮质性的事 就是看不见了 或者是半身瘫痪 智力不足 精神运动发育迟缓 脑干功能异常 这个都很严重 肌肉会有不同程度的病变 心脏也会肥大 心思心房都会有缺损 传导异常 眼睛像重症肌无力的 或是外眼球肌麻痹的 是神经萎缩 或是视网膜病变的 那你看肾脏 这个也是泌尿系统 肾小管异常 有人有尿风症 就是这个蛋白质都留不住 一直要补充 这个很麻烦 肝脏肝功能异常 肠胃呕吐腹泻 或是这个假性的常阻塞 医生常常开下去 开到下去 没有阻塞是假性的 那怎么办又再关起来 很多都是因为立腺体的缺陷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剖腹探查 他的名称就开刀剖腹探查 但又没有问题 常常我们在医院 常常遇到这样子 那也没办法 没办法会影响他的这个生命 那只好做一个探查 胰脏呢 糖尿病你看 胰脏这个不好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分泌胰岛素 骨髓功能异常 有的时候会造成白血病 那像其他会变成耳聋 身材矮小 周边神经的病变 皮下脂肪流水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 把立腺体的缺陷拿出来讲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生病是因为立腺体有缺陷 那但是 在医学上来讲的话 它的遗传模式 通常都是从妈妈 遗传给下一代 比较多了 因为我们细胞质中的 那个立腺体的DNA 发生突变 大概也都是遗传性的疾病 因为立腺体的疾病 在我们精卵结合的时候 精子跟卵子结合的时候 精子的立腺体 它并不会进入到卵子里面 也就是说它的尾巴断掉以后 它的尾巴是营养 那个老卵子的配置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受精卵的立腺体的DNA 几乎全部来自母亲 那为什么发生在小孩 现在大人也有 因为是我们环境污染的关系 所以就发生的年龄来讲的话 从新生儿到成年人 都有可能发病 那尤其是临床的表现 都是千变万化的 有些是持续的 像我曾经就遇到 有一个弟弟 他是刚来的 那是2000年的事情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弟弟呢 他是2000年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是恶心呕吐 到这个吃完东西 又一直吐一直吐 就突然倒下了 那他家里面的人 就很紧张 从宜兰把它带到 那时候我们在马街医院 我带着学生实习 那个时候呢 他连续干咳整整的四天 然后呼吸道感染 肺水肿 持续发高烧 全身都虚脱了 然后病况很紧急 四个月就来来回回 住交互病房 普通病房 交互病房 普通病房 一下好了 又不行了 又送去交互病房 那他呢 已经接近了植物人的状况 所以只能靠那个管位时补充 然后腹膜偷吸 就是洗腎 一天五六次 你看七岁的小孩 怎么看这个动尾条 怎么可能会这样 那个可怜 所以我们经常去看他 我经常带着学生去看他 因为我们学生要实习 研究他这个 那到了这个2001年的时候 他2000年的12月来的 然后到2001年的4月的时候 他突然血压 突然间飙高 到180 小朋友 打那个降血压 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就开始气喘 心跳加速 那医院就刚好 只好帮他插管 而且发出那个病危通知 然后他妈妈 把那个衣服 和那个遗罩都准备好了 而且天天进入交互病房 你看他连遗罩都 都准备好了 可是他妈妈 我们后来就一直 因为他妈妈每天都以内洗面 那后来在休息室的时候 我记得我带了学生 跟他讲说 妈妈 那个你要不要 给他一个求生的意志 你等一下 要进去看他的时候 你跟他讲说 如果他想要跟着你 他要自己全的呼吸 你知道那个人的求生意志 是很强的 所以妈妈 他就听进去 因为没有办法 他已经把那个照片都准备好 要把他送去太平间了 等着他什么时候断气 你知道吗 所以他妈妈就很奇怪 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要跟着我 你就要觉得自己呼吸 妈妈其实很希望 你赶快跟我回家 那说的也奇怪 把管了以后 医生想说没救了把管 结果他反而自己 开始呼吸了 所以好像是 他隐落了他妈妈的话 他的求生意志就 奇迹式的 所以他后来住院住了半年 然后在那个2001年的5月 5月份 他就微笑的 妈妈带着微笑的 带着他回家 所以我记得他来的时候 他妈妈有讲说 他一岁多的时候 开始就是手脚外翻 活动力很差 会有时候抽筋 但是他在给医生看 医生都说是贫血 或者是肾脏病 或是脑神经病 才会这样子 可是到了4岁 他做了切片检查 就确定罹患了 这个立腺体的这个缺陷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有立腺体的缺陷 那我觉得 这个立腺体的缺陷 这个我们遇到了 这个病人 他是很好运的 运气很好 他还会被发现 而且他都已经变植物了 还有这种奇迹发现 那时候呢 医生呢 其实开了给他的药呢 里面呢 也有一些少量的氢 也有少量的氢 那时候医学没有那么发达 那他妈妈还自费 花了很多钱 也少量的这个氢 我还记得 这个我们还给他用锡的 然后锡了以后 妈妈说也没有用 然后要花很多钱 那个江户病房 一天要花一万五 把家里面都拿去 拿去那个再次的带二胎 他们家本来就贷款 都带二胎 所以各位要知道 立腺体在我们身体里面 非常的重要 我要讲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它非常的重要 好 那再来第三个 我们讲到我们 这个凯利的这个 这个高端生物科技的 制作的方法 我们利用了四种的 高端的技术 第一个是临界点的 艳养灭爆技术 第二个是原味杂化的 四氢技术 再来是微纳米的气泡技术 再来是离心 物化弥散技术 那我们特别把这个 微纳米的气泡技术 拿来讲一下 我们凯利的PQQ清液片 在水中的原味产生 数百万的纳米气泡 我们用微气泡 包住我们的纳米气泡 那它的那个表面的 很强的这个负电荷 可以锁清除清 稳定性很高 那我们最高的含量 就是我们有高达11ppm 就是每公升的水 那国际的标准 就是说你一公升的水 有0.5的这个毫克 就已经是负清水 就是可以以清的价格来卖 那我们这个锁清的时间 因为它表面是一种负电荷 所以它可以长达 存留在水中 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也是跌破 大家专家的眼镜 竟然可以锁清四个小时 很令人振奋 那普通的负清水 我们光从这个 这个相片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小小的微粒气泡 微纳米气泡 这样小小的跟这个普通的负清水 它只有含量0.8ppm的这个 它就很容易逃脱 很容易挥发 那真正要吃到嘴巴里面的是少之又少 我们特地把这个来拿出来讲 那我们凯莉的这个清气片呢 我们是用美来自清 刚刚美的好处也有讲过 那铝呢 因为它吃太多的话 这个铝 我们都知道铝锅 现在我们都不用了 以前铝锅呢 常常在用 后来研究发现 它会导致这个老年痴呆 重金属超标 那鋅呢 因为它这个 这个元素的活动力不强 它制造氢的这个能力很差 那只有铅呢 它现在比较活动性 比较好 比较适宜 那人体很多的神经中枢系统 都必须要它当作为量元素 这刚刚有讲过 每天成年男性 大概是420 女性大概320 所以呢 我们每两片的 这个每两片含80 就是每一片含40毫克的 这个铅 那如果以320的话 843 是不是可以喝到8杯 7、8杯都没有问题 这样子算 那这个铅粉呢 其实会爆炸的 所以它运输的时候 它是有申请到了 这个美国运输部的 这个铅粉运输许可证 这个 那这个的话 就是它符合职业安全标准 它都有法规的 才可以运送这个美粉 那我们的美粉是球形美粉 球形美粉比较不会爆炸 而且稳定性高 而且它这个呢 它这个 它给的这两个证照都是 他们在做国防武器的时候 国防等级的许可证 那有什么样的保健食品 去拿国防等级的许可证 我想看看 也只有凯莉 有这样子的 的这个老板 有这样的信心的 有这样的耐心 去申请这个 有的人根本就不会去 申请这个 它根本也不会加入美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板 实在是太细心 太对我们太好了 那现在讲一下 我们市面上有很多 这个亲戚的 这个方法 自亲的方法 那最常 最常看见的 刚开始最常看见的 这个亲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水树水 日本的名字叫水树水 那我们是叫亲戚 外面有卖那个像饮料 像可口可乐 这种小罐的饮料的这个 那这个呢 它很容易就逃脱了 那有的人还从国外 去这个网购一整箱 其实那个都是没有效果的 可能是喝心安的而已 因为它逃脱的速度太快了 当然它会跟你加一些 其他的微量元素 那你拿到的 其实都是没有轻的 只有那些微量元素 可能还有一点 那第二个是水树杯 它也是要经过电解水 用水的方式 它里面有一个 子子膜 那子子膜交换 那有时候呢 它会因为电解以后 会导致那个重金属污染水源 污染这个清水 所以你也不知道 它的子子膜好不好 那还有一个是自清机 它除了体积大以外 它的金额也贵 那当然现在有清型的 不过也还是很贵 这个呢 它有一定的时间要保固 而且呢 它这个也是一样 用那个子子交换膜的 化学材料 电解出来以后 它也会导致重金属的 这个污染 有时候我们吸清气 吸进去的时候 像我们呼吸道 它是吸气吐气 你还没有吸到 你的肺泡底部的时候 你可能还要 已经要呼出来了 所以它被身体利用率的 这个价值 其实也是不高 所以而且我们加入这个的话 它也有爆大的余力 只是说大家都不知道而已 那因为医生也不会告诉你 而且它现在呢 这个子子交换膜呢 最有效的一家公司叫杜邦 我记得上次有提到 除了杜邦这一家公司 所产的这个子子交换膜 它比较有保固 然后它有这个 有很多的认可和认证以外 其他的目前 没有一家是合格的 各位如果有这个清养杯 或是水解杯 水素杯 制氢机 都可以看你的子子交换膜 是哪一家公司所产的 那我们 再来就是这个 氢气片 这个是我们凯利的氢气片 我们用美来制氢 它非常的安全 每个人都是科学家 你只要倒一杯水 我们一片呢 是泡236cc 那通常 我们没有那么标准的话 我们就是300cc以内都可以 250到300cc都可以 那我们每一杯呢 就可以产生11ppm的这个 这么高的氢气的含量 比市面上高出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氢气是 我们的这个氢气片是 是世界爆款的首发的脱颖而出的一个氢气片 那氢氧气啊 为什么不要用比较好 因为它纯度不佳 刚刚讲了除了杜邦类以外 其他都是有毒的物质 这也不是问题讲 这个都是人家做了调查的报告 那在国外呢 他们有燃烧爆炸的 这个情况发生 所以现在很多的那个 他们卖氢氧气的 在台湾有设很多的体验站 现在就收掉很多了 收掉很多 除了它有爆炸的一律以外 一方面也是疫情有关系 但是爆炸的一律是最多的 那第三个 它这个氢氧气呢 它电解效率很差 它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 当产生很大的热量的时候 它就比较容易爆炸 那我们来问说 是吸氢比较好呢 还是喝氢气比较好 实际上我们饮用清水的时候 你喝下去 是不是就从你的口腔食道 消化道 到这个全身的系统 它是直接接触的 而且它的穿透力很强嘛 刚刚说可以穿透了 铜墙铁壁啊 玻璃啊 肛门啊 不锈钢 什么都可以穿透 那当然也可以穿透 我们的血肉之躯啊 所以我们消化道 吸收氢分子 在血液中传导到全身 在器官上 能够得到比较直接的帮助 那如果吸氢啊 我就说 你还没吸到肺泡里面 可能有部分 你是在浅的消化道 除非你的 这个肺功能很好 你吸很深的那种 有没有 那个可能就利用率会高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高浓度的凯蒂的PQQ氢气片 这个不是说我们现在是这里的会员说自己的话 这个都是有依据的 那也有效果出来的 这个是水解的当然是比气体的还要好多 也安全多 好 第四个产品细节 我们这一罐呢 刚刚有讲到 每两片含80mini的这个铁 然后我们是同时补充呢 用铁来同时补充人体的微量元素 那成年男性需要400到420 成年女性需要是310到320 那他可以促进立腺体的再生 这个又再一次的强调这几个重点 而且可以强化免疫系统 那激活长寿因子 33 大家可能又忘了这个第三条是干嘛的 等一下跟各位讲 他可以抗衰老延延益寿 抗肿瘤活化健康细胞 那保护心血管系统 保护神经系统 还有促进大脑的正常功能 这是我们凯莉PQQ氢气片的 这个很强的一个地方 就是促进立腺体的再生 刚刚有提到立腺体的生病以后 会产生多么严重的 各个器官的这个疾病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效果 真的是就是光这个水 光这个清气水就是可以是业界里面最顶级的一个保健的盛品 好我刚刚讲到七条长寿基因 这里再跟各位复习一下 第三条呢 它主要是延长寿命来用的 它跟立腺体紧密相连 而且它可以延缓干细胞衰老 很多人在做干细胞的生意嘛 那大家知道吗 只要喝清汽水就等于做了干细胞的生意了 因为这个第三条的长寿基因是跟干细胞连在一起的 所以呢干细胞我们称它为原母全功能的细胞 它具有再生及胸腹组织的能力 那我们第三条的长寿基因跟它连在一起 那我们PQQ清气片可以激活它 你说各位说这是不是太厉害了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说 它可以延长这个第三条的 这个它可以激活它 那我就赶快 我就赶快要去查很多的这个资料来 证明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这些数据呢都在杜克大学的这个上面有 那问题是把它比简单的方式 我就希望这个我们的产品课都是深入浅出 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内容 但是我们讲出来要很简单 我们的其他的会员朋友才会了解 这是非常好的 再来最后一点我们讲到我们的凯莉的 PQQ清气片的国际权威认证 这里有一个严格的素食认证 产品就没有含任何的动物的这个原料 再来有一个清真认证 全球有四分之一的回教图 所以产品的符合清真认证 等于是我们的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很多的清真的那个朋友 这个回教的朋友都可以吃 再来这个CGMP的认证 之前也有提到 有CGMP认证的公司 通常都是他自己有生产线的 有写CGMP的大概都是自己有生产线的 而且他的生产设施 生产的这个输送带 生产的器械 还有生产的这个机器 还有这个房子 还有这个你有没有老鼠蟑螂 这些设备设施全部都要符合 符合美国的FDA的这个法规 而且他每三个月到半年要检测一次 那这个还要老板自己出钱 没有一个企业自己会去找 找查说我要CGMP 他是很细的很细致的 而且还要花很多钱的 一般都是拿GMP而已 他不会拿CGMP 那有生产工厂 他可不可以只拿GMP 可以啊他也不要CGMP 因为他符合现行的法规 可是我们凯利有 再来我们有一个 这个国际反兴奋组织的认证 他没有任何的伪禁品 不含任何的国际反兴奋组织的 这个伪禁品的成分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呢 跟那个英国化学研究室 这个化学工程研究室 叫LCG的这个最古老的 这个他的这个前身